- 台北市的文獻館 - 我們城市走讀單元 - 今天來到台北市市林區的枝山岩 - 那首先要來歡迎 - 我們今天的台北市里文獻館的導覽老師 - 廖月廖老師 - 大家好 - 大家好 -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枝山岩 - 可以來為我們講解一下 - 它這裡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呢 - 之山岩這座山 - 它是在台北湖時代 - 兩千兩百萬年以前 - 經過造山運動 - 經過地殼變動 - 台北湖所扶上的這座小山 - 這座山的高度差不多五十至六十公尺 - 但是裡面蘊含了很多的考古地址 - 還有自然生態 - 那這座山早期在1709年 - 唐山移民來到這個地方 - 他們在1741年的時候 - 就在這個附近蓋了一座街 - 叫做蘭陵街 - 後來把雙溪也叫做蘭港 - 當然這一座山後來也叫做枝蘭山 - 那這枝蘭山好像它故鄉漳州的枝山 - 所以這一座山也把它俗名叫做枝山 - 那這個都是一種石英山園所形成的山 - 所以叫做枝山園 - 那這一座山它的形狀是圓形的 - 所以居民很習慣就叫它圓山 - 那住在山下的人叫做座的圓山腳 - 老師 那這個圓山是不是就是我們那個圓山飯店的圓山 - 不同 因為那一座山也是圓圓的 - 因為這種山有時候是巨像物像的東西 - 居民就是很習慣這樣做的 - 所以我們這個枝山園這一座山 - 環山道路以內的全部都是國家的二級古蹟 - 裡面有兩座國家的三級古蹟 - 一座是長林信仰文化的枝山園會濟工 - 一座是1852到1859的張泉瀉鬥 - 最慘烈所留下來的西藍本 - 老師 那個我們剛剛過來的時候 - 有看到旁邊有好多小羊在山坡上吃草 - 老師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地方嗎 - 在1703到1753年 - 這山圓這個地方都是全部都是在放養牛養的牧場 - 那到1998年到2013年 - 當地是在做社區營造 - 他們鼓勵社區參與 - 凝聚社區意識 - 營造社區特色 - 豐富社區的內行 - 第一個景點就是這個牧歌頌原地 - 以牧場這個座標來還原當時的環境地史 - 讓我們的環境能夠有一個 - 鼻勢當時的環境地史 - 讓我們的時間與空間能夠接軌 -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牧歌頌原地 - 那牧就是追求 - 歌就是和諧快樂 - 所以來到知山園的旅客 - 或是一些知性之旅的朋友 - 就是在追求和諧快樂的旅行 - 所以叫做牧歌之旅 - 愛在明山裡 - 所以老師我們等一下就是 - 走這條路上去就會到會濟公了這樣子 - 對…好… - 那我們就走吧 - 老師這個樓梯好像都有編號耶 - 我發現它都有編號 - 目的給大家… - 好貼心哦 - 好暗波喔 - 她還特地告訴人家說 你走到第幾階了 是 我們來講洞天湖地 正在洞天湖地 他的墨寶是一個讀書人 叫潘永青他所提的 潘永青他是生於1820年 他過世是1873年 潘永青他另外一個名字也叫做潘定名 但是他的字叫小江 大家有看到旁邊有寫小江 那為什麼講洞天湖地呢 他認為在1852年到1859年 張全瀉鬥的時候 張州人都全部逃亂到 資三元山上避難 他認為這是一個北有洞天的湖地 所以他就在他創立的資三 那個原池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那邊文昌池的時候 就寫著墨寶叫洞戀湖地 那洞戀湖地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蝙蝠洞 所以蝙蝠洞上一片天 守照之處皆福地 因為蝙蝠的福跟幸福的福是同音 是這樣子的 那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清朝的時候 蝙蝠洞有做一些平安祭的活動 把洞天湖地 把他寫一個百匾額 把他那邊祭天 然後當然既是蝙蝠洞的主神開在聖王 想不到後來蝙蝠洞火燒了 然後文昌閣也燒了 所以這個蝙蝠也被燒掉 雖然僅存的就是洞天湖地 在我們芝山岩山上這種 蝙蝠沙岩捐刻在上面 讓我們的後人能夠去了解 它的歷史跟典故 老師你說被燒掉的是什麼 蝙蝠 就是寫在紙上的 對對對 這樣子 所以這個蝙蝠的就是 其實也是從那時候就留下來 對 那時候就留下來 然後就留下來 另外還要介紹這個 宣泉色濟 它就是日治時代就有了 當然相傳 芝山岩山上 那時候是在張泉蝦洞的時候是 缺水 那這個泉水是密下來 清楚可以治病 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是 魏濟公管理的 他現在把它做一些 好像滴水冠陰 滴水冠陰 叫仙泉聖姬 這樣子 但是日治時代叫做 芝山岩的 靈泉聖 靈泉聖